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9月2日的啤梨漫步,今天有些技術问题,明天就应该会好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会做一个现场六播,什么是现场六播呢,我们做一节就会upload一节,大家可能会,当然啦,你听到我们的节目,你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完这一节了,其实,做完一节我们就会upload一节了, 因为我们的软件,我们刚才upgrade了之后,有些连续无辱,所以免得慢慢搞,不然搞到今晚九点才可以做直播,那我们快要做直播啦,好在呢,今天的话题,其实每一天的话题,我们都很少说,要紧张到即时在说,即时要看讯息,你以为是美国总统大选吗,OK,好了,那当然啦,首先呢,上个星期五呢,其实应该是星期四的, 那这个静海猴呢,就写了一篇文章,OK,那然后礼拜五呢,就是这个01度汉登我出来的,那篇文章就叫做香港改革序曲,那样,很长的,我当年就看,因为我们是静海猴的fans来的, 虽然,静海猴究竟是谁,OK, 韩康夫的弟弟? 是的,因为韩康夫的弟弟? 是的,因为韩康夫已经令我们出现了, OK,但是静海猴继续来了, 那我就觉得呢,为什么呢,都适合我看, 而且呢,他有一句很厉害, 喂,心化改革,刀引向来, 那我就觉得,喂,都有一些道理, 有道理,是吧,嗯, 那刀引向来的,即是现在我们不是和习近平说的, 不是和习近平主席说的, 刀引向来的,这些混蛋是含家产的, 嗯,他是和超哥说的, 为什么呢,一会儿才说, 那么超哥就真的, 我觉得你看完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喂,你真的要有点魄力, 遮人头, 起码借回两三个, 啊,局长也好, 什么秘书长也好, 喂,立下威才行, 真的不是这样的, OK, 如果不是的, 喂,就真的是你自己出事, 不要说我说, 喂,因为你是一位特区之守, 什么问题, 归根究底, 就你去什么匹, 麻烦, 喂,你又看到, 好像哪个呢, 我觉得最好, 蔡若廉, OK, 这个星期他很红, 第一,上个星期, 他出了, 即是他们教育局, 出了个什么, 什么宫经社科, 又变成性教育指南, 嗯, OK, 喂, 仪肖大方, 还要死不认巢, 特意昨天走上去, 以及这个, 喂, 男营的其中一个代表, 现在男营有几个代表, 非常厉害, 其中一个就是, 洗米华, Spencer Leung, 梁思雅, 有一个就是这个, 一直都是, 那么, 他呢, 他这些是最大事的, 在我心目中, 为什么他不恨人厉, 对于有些人来说, 当然对我来说, 他也很恨人厉, 是吧, 他永远都很, 他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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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会和他爭吵, 所以就很讨喜的, 很容易入屋的, 特别是那些废老, 年纪大那些, 就像我那样, 我从小都听到他大, 真的不是特别是听到他节目看, 就是在那时候, 不是那么需要, 怎么说, 不是那么需要, 去表达立场的时候, 他永远是一个, 啊, 伦家的好姨, 好姐姐, 甚至好妈妈, 喂, 这些很容易入屋的, 嗯, 好姐姐, 那蔡若联还特别找他, 想着他洗, 洗, 洗,洗,洗静一下他, 屌, 洗什么静啊, 只是那个访问, 即是随其他说什么, 那儿子, 他很少说, 那儿子, 其实我都认为, 即是, 他不死都死了, 那儿子跳了下来, 就不要太凉薄的, 那时候我也觉得, 那些网友笑他, 就不是那么好, 但是没办法, 有时候, 你也要想一下, 喂, 香港人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么凉薄的, 香港人都不是喜欢幸灾乐和的, 嗯, 是吧, 喂, 为什么这么多人笑你啊, 我觉得你反而要自己想一下咯, 老实说, 我们做人父母的, 不要说什么, 我又不认识你的儿子, 甚至乎, 可能你的儿子, 是一个大好青年, 都不说不定的, 真的,是吧, 喂, 我们怎么会见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子, 在几十楼跳下来, 死了, 会开心的, 但是, 为什么也有那么多那么奇怪的反应呢, 你就说, 在一个访问里面, 就说, 心里面仿如有个洞, 去到很多人的地方都很冷静, 啊, 怎样说, 你自己怎样能够走, 怎样走出一埋啊, 但是, 你作为老母, 我也明白那种心态, 嗯, 喂,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做教育局长这个位, 蔡若年, 你真是令到很多家长, 或者很多老人家, 心里面有洞, 你可以不要听, 多少人因为移民, 我没有实际数据, 但我上个星期已经说过, 喂, 如果你说真的能够, 即是继续出进这个移民潮, 或者杀校潮, 喂, 蔡若年这个教育局长, 真是, 真是, 不要说是为首, 但是真是很大的一个factor来的, 嗯, 说真的, 为什么我不走呢? 我呸你, 喂, 因为, 我有这么多年纪, 我觉得很难适应, 又不想由头开始过, 因为我很喜欢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 起碼我很熟悉, 但更加重要的是, 因为, 喂, 我儿子可以自己去英国, 哦, 因为英国的政策, 令到我不需要带他去, 嗯, 其实, 他这个政策, 即是说, 九七后出生, 父母, 父学母, 其中一个有BNO护照, 于是九七后出生的屎女, 可以独立申请这个BNO visa, 喂, 对我来说, 我真是一个及时语, 否则各位, 我肯定就跑掉了, 嗯, 因为, 我怎么能够容忍我儿子在香港, 让你这样玩法呢? 啊, 所以, 其实现在很多父母, 我跟大家说, 真是走, 真是因为教育, 嗯, 比如你说, 喂, 賺钱的, 就要少一点咯, 老人家的, 叫老人家一起去, 或者近一点回来看他, 都还可以, 是吧, 喂, 又或者, 喂, 喂, 你一直都在照顾他, 要钱购少一点, 不会克尺, 有手有脚, 但是, 喂, 他小弟那里不行, 喂, 喂, 现在不会有那么快, 下个星期, 八月底, 你突然出过这样的功经社科, 喂, 走都走不及了, 还要事前, 你没有资讯, 没有完完全没有资讯, 喂, 事前没有资讯, 喂, 我们上个星期说过, 連他們裏面的偏配教材的人都有微言 連《名光寫》都不差你 大家先談談 中學學聯席校長會連鎮邦 做湯家驊 湯家驊是不是支持他 也算是 還有誰呢 其實大致上就算你建制派也好 包括我們特首也好 性教育就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教材真的有點難過 即是亂糕來的 你們倆還要去死賊 我們首先 看看今天東方頭條 全港中小學今日開學 蔡若蓮在昨天發出哀號 昨天是何謂昨天呢 其實就是昨天去接受車宿媒訪問的一系列 他說 預計學齡結構性人口下降會持續 未來五年將會有三至四間中學和小學 陸續停辦 當中包括部分因為跨境學童增加開設的有時限學校呢 咦 因為跨境學童增加的學校都可能要停辦 那我真的問什麼原因呢 唯一一個原因就是跨境學童也減少了 嗯 為什麼跨境學童會減少了 因為 即是在我們過去的理念裡面 嗯 無論你說香港怎麼差也好 父母都仍然是想把小孩子在香港讀書的 那為什麼跨境學童會減少了呢 我真的有一個問號 OK 好了 不是你搞到連屌你 跨境學童都害怕啊 跨境家長啊 哇屌你這樣啊 都是不好啦 OK 好了 他說呢 他不會主動殺校的 你有能本事主動殺校 但是不希望因為學生修心不足去搶學生 那就會影響學校的規劃 和加重老師工作的負擔 那香港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話題呢 我不說這些細節就想 嗯 小子化是沒辦法的 OK 如果你想想世界紀錄級的出生率 是這麼低的 和韓國的7.5 世界 number one 世界 number one 其實並排 和韓國都是這麼低的 OK 好了 屌你了 那你 那些人又不生 那就希望混入一些 即是大陸來的 喂 現在我先不要說大陸那條數 連跨境學童都說少了 那學校怎麼支持他呢 老實說 移民潮 一會兒 阿邊的那篇有寫的 阿靖開喉 喂 移民潮 其實就正正是 現在香港這樣的處境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那當然啦 你說 喂 你又不能夠賴他 不能夠賴他 那賴什麼 國安法定23條 喂 好像你這些這樣 這些這樣的政策 或者條例 但是 如果在一個開放社會 在過去的香港 就算 我們做不到些什麼 當然不會說 屌你顛覆國家 出來屌你 屌你 又上網又上街又成 於是乎 起碼都給你一些壓力 你的政府收回去 或者再量度下去 現在呢 我看他的款項 他們都會再量度 不過嘴唇死也不收 喂 但是這個不是第一鑊 這個是 第不知多少鑊 關於教育的事情 你只要上兩個星期說 喂 正是九月開學 那些什麼國家教育日 屌你這麼六宗 一年是十四宗 有多沒有少 喂 我真的爭底啊 大哥 喂 那你需不需要向 特區負責呢 即是向你老闆負責 或者向香港人負責呢 喂 教育 真的重中之重啊 是吧 喂 老實講 你問我 你說 雖然上次我們遇到中聯辦的奇人 就說 喂 中央什麼都知道 是不是真的什麼都知道呢 我懷疑 因為 你有沒有試過打過電話去北京呢 沒有 因為呢 習近平呢 我們的總書記 你問我 如果他一個月能夠聽到你兩次短的匯報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他那麼多事情做 或者那麼多事情麻煩 喂 總而言之 你現在太太平平 沒有上街新聞 沒有看到 他說 有什麼火魔法 為甚麼 去關人認識 對吧 第一個作為甚麼 好了 那麼 阿 至於這個 公經社科教材 道理 老實講 其實是有很多 我也沒有太多時間說 包括那些學校 怎樣 不夠生 然後 自己 停辦了一年之後 變成成少了 小學 那些數字都沒什麼意思 即是辦學團體 也有些是有誠意的 但是來何收不到生 好了 他說 公經社科引起社會爭議 他出席電台的時候 直然感到奇怪 我真的感到奇怪 他是真的覺得 沒有問題 直然感到奇怪 笑死人 講真 就算你要舉例 也不是這樣 承諾書 又什麼手禮 又什麼旨情 屌你了 我屌你也無謂 說真的 先不要說 什麼性不性觀念 你直接跟他說 小孩子你還未負到欺責任 儘量避免 其實為什麼外國要派病人套 因為 都知道你們會有好奇 如果真的要做 都真的要派病人套 但不代表爸爸媽媽鼓勵你這樣做 或者老師鼓勵你這樣做 因為你還未負得起責任 始終是小時候 先不要說犯法 大過的地方沒有機會做嗎 你現在要用一些朋友的態度 去循循善有他 OK 再說一些話 哎呀 你媽媽 我現在有女朋友 我們拍拖 我真的不明白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都可以找到一些點來講 我都試一下 我現在追求女生 難道我真的 喂 Macy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現在開始拍拖 我們情鬥初開 我又喜歡你 你又歡喜我 但是呢 老師說 我們真的不可以這麼多獨處 如果不是 我可能會有性興奮 就會搞你了 不如我們簽些承諾書 我只要兩盒 兩盒就蓋夠你了 是吧 還有 如果你說 她那個scenario 百分之一百 第一 你不說 別人都未必那麼好奇 這個小孩子 你越說 女生和女生都會說 女生都會說 她被人討論完 喂 Susan 什麼事啊 有空嗎 什麼事啊 沒有啊 我一陣子和你聊 很重要啊 我現在在吃金飯 那你吃完飯 告訴我吧 喂 什麼事啊 Susan 沒有啊 什麼事啊 我和David 你和David 你幹什麼事啊 又先啊 幹什麼啊 幹什麼啊 你吃了去啊 喂 人家說話都可能是這樣說的 是啊 喂 你很壞啊 又說一齊塞豬 你自己那麼快 先搞了 喂 現在是這樣的樣子啊 大哥 你老母 然後你還說那些 寫什麼承諾書 打與無求 打與無求 更加瘋了 我想夠的 喂 說真的 Susan 什麼事啊 我受不了 我去廁所打個飛機 先啊 因為你太冷靜了 喂 你這樣也算是合情理一點 大家這樣 這樣 Susan就已經 很壞啊 抓了他 我幫你啦 這樣啊 狠狠 狠狠 喂 就算不是那麼主動 喂 那個David 又出了那些招 抓他的手來摸 咦 摸啊 摸啊 又這樣啊 屁股啊 我屁股啊 屁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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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都不要說 那些什麼十歲做援交的 都不要說 喂 現在十二三歲的那些 年輕人 特別是女孩子 早熟一點 喂 很多啊 已經屁股了 你老母 真的做老援的 犯法就是一件事 我們譴責一件事 是真的有這些 真的很多這些情況 不是少的 如果十六七歲 其實多的事 他還說 其實那些是參考建議 都不是教育政策 老實說 這些就叫做詭辯 你是教育局 現在香港的 政治形勢是這樣 那我不跟著你做 我可以怎樣做 我自己做的事出來 喂 比上去教育局 你又說我不能這樣 那樣 就跟著你一齊做 不是政策 他說 教材是面向十二至十四歲的初中同學 強調 十二至十四歲的兒童發生性行為 本身就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那你違法就拉高去 希望他們有正確的觀念 能夠保護自己 尊重他人 我不覺得 你希望他們有正確的觀念 保護自己 尊重他人 那些是有問題的 問題是那些教材 真的好想欺負 你一句話 不是政策 屌你了 那你就當沒這件事嗎 不跟你的事嗎 屌你了 屌你了 你出來屌你 不要說個啤梨 你有誰一個不笑你 我不要管外國的外國勢力 就這樣說屌你 學你所說 連那些屌你建制派 什麼江玉歡之流 什麼張欣宇 什麼張欣宇 張欣宇之流 那個人都嘲笑你了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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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見他婚前性行為 就被質疑落誤 他就說 需要向初中生提供傳統價值觀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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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你現在有種種原因 有些人是不分主義的 有些人 客觀沒有能力結婚住 三四十歲 那是否不可以有性行為 和男朋友女朋友 結了婚 就多點心 大家想的多點兒 他說 成長後自然有自然 而自己發展 正我現在都沒有提供傳統價值觀 成長後有自然發展 那你說人幹什麼 他成長後都有自然發展 他說 在中華文化入面 家庭對社會非常重要的單位 如果年輕人不尊重自己 不尊重對方 不愛護自己的身體會產生問題 拋到中華文化出來 不可以失身 如果這樣說 似乎都不是 你不要拋到中華文化 這裡好像是基督文化更多 一夫一妻 以我們偉大的中華文化 那些年輕人 十三四歲 不可以拋老爸給丫鬟 去搞 即是說他現代哪個地方 輸出最多雞 中華文化 好了 談到自殺問題那些我不說 你還要去管數字 幾層機制 上個星期有兩件 坊間有家長編好國際學校 蔡若蓮就說 其實我們本港都有很多強調愉快學習的特色學校 家長不會選 你真是昂貴 不是,首先要說 我覺得家長一定會選過你 家長不會選 還有 你不是說你 是愈快學習的特色學校 他真的會愈快學習的 我的經驗 甚至小孩在外國讀書 就快樂好多 就愈快好多 這就是事實 2016年提到 他用獨立身份參加立法會教育界的選舉 落選了 參選的原因是 當時第一年做福建中學的校長 剛剛經歷這個反國教 第二年就是佔中 他認為堅持要給學生擁有正確的價值觀 很難 專業聲音越來越少 社會上也討論學生 需要不需要學習基本法 需要不需要學習國民教育 所以我認為當時有需要代表教育界 讓社會知道教育界並非一面 你老母 你自己都懂得說 你有這些訴求 有這些雄圓 去參選立法會 結果就輸了 結果就輸了 這就是社會的認知 現在你上來 竟然可以做教育局 一個年一個 立法會教育界選舉 大家知道立法會在香港有多少力 都輸了的人 你就委任他做教育局局長 基本上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想到 跟香港市民作對 你問我 那現在就離開 我們不要說做那麼長 上個星期 靖海郵編文章 我相信阿靖已經看完 其實有長有親 但是 立論堅實有曾有次 他第一就是立論 這個改革的序曲 靖海郵寫 就由夏寶龍7月23號 見這個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時的講話 那 就證明 喂 中央是很重視香港 重視是 重視編 第二 認識編 他說 三宗傳媒閉幕一個月 人家看見香港 關於改革 論述的變化和升級 其實這些我都不要留意 因為我不看 這些 從發揮自身優勢 服務國家改革 到到 服務國 講香港 服務國家所需 他認令改革任務 從雀眼 繼續如何 到指令 如何突破 從關注形勢 把握機遇 到思考 體制 機制的創生 這一系列的變化 所設設的 就是認識的深化 意識的強化 改革要推上主線 提上的情 即是說 不是 講完就算 有沒有看 今次同一天 差不多 上個星期 01 又有另一篇評論文章 講完了 接著如何 即是說 超哥 你又講完了 那接著又怎樣 你不要講完就當做了 我不懂 超哥有沒有看 第三就是情勢 完成基本法 23條立法任務 即是香港推進改革創生的一端 除此以外 李家超上任特首以來 優化行政立法的互動模式 調整人才引進的政策 試行簡易公屋政策等 都具改革探索的意義 這些 即是安撫下去 你不要以為 即是等於讚他做得厲害 即是安撫下去 即是中央都看到你們做這些事 是有做的 OK 即是跟著才來了 第四就是 提示了 中央宣港團成員來港宣傳 是應特區政府的呈呈 亦是一種鼓勵和動員 即是正正在說上星期8月26日 夏寶路 在香港的宣港 第五就是策略 改革的共識既然已經形成 可以將改革的課題擺上桌面 他說改革不是小打小收 小打小鬧 收收寶寶 即是說你改革 即是你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收收寶寶 沒有用的 改革要有系統 要擇承 要深刻 要著眼長遠 著眼作大文章 著眼牽一瓣獨不全身 香港就能夠把握改革的要義 找到改革的法門 所以 他說 香港的改革 首先要解決領導的問題 其實明明很清楚 香港就是特首領導 會用行政會議 但是他就這樣寫 這篇文章 是要解決領導的問題 解決問責的問題 確保香港改革可以走下去 必須三樣東西 第一 特首更充分地呈現改革意志 要呈現出功成不必在我 公成必定有我的決心 嘩 司徒華這樣 OK 特首 第二 特區政府要做到 刀刃向來 做到從公務員隊伍抓起 能夠自我批評 乃至自我否定 嘩 特首 現在到特區政府 第三 特區政府各司局等問責官員 權責要統一 掌握決策權 人事權 資源分配權 完整行使職能範圍內的一切權力 第四 改革要有擔當 又有承握 香港要為改革者撐腰 富能 從特首到問責官員 從問責官員到公務員 責權利都應該要相當統一 OK 好了 這樣就很清楚了 那 權就給你們 麻煩你的權 清清楚楚 由特首到行政會議 到公務員 甚至乎 曾問責官員到公務員 但是 喂 你有權 也有責 不是你 你有權 就大了 還有 一做得不好 可以怎樣呢 刀刃向來 OK 要自我評定 和自我否定 喂 那現在 你想特首是否要做事 說到這樣 老實說 阿超哥 即是我不知道 我的歷任 除了自己 resize 就沒有怎樣動過問責官員 一個 曾德成 就被梁振英 一四年搞正他 喂 你現在 我教你做官的 真的不要說什麼 喂 喂 怎麼都只剩下兩件 好嗎 林鄭時代 都試到有些忠套館 有有有 林鄭也有 他兩件都說 那些都是忠套 喂 還有那個 張建宗呢 不是 那個 那個 隨什麼東西 隨什麼東西 隨隱蔽 隨隱蔽 喂 喂 我告訴你 真的差很遠 你換一換人 不要說什麼 就是蔡局長 似乎 我覺得他不太合適 嗯 嗯 喂 喂 中央 你實際上去 一定不給你的 嗯 他不給你 你不做 我找一個人都不能想 喂 但是卸很多東西 非常簡單 喂 有權有責 這些都是基本的 這些不是我說的 靜海猴寫的 你靜海猴何許人也 那你可以當他不用理他 那你看下保隆上星期後說什麼 你真是不要當人死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你也會再做 你沒辦法 你會想我們 我來不搖 你沒辦法